蓝点那些反人类的沙雕设计 我们用这种筷子吃面条 面条容易滑落 很难吃到嘴里 所有发明了这款 超级防滑筷子 用它夹起面条就非常的轻松 它最大的亮点在于 即使用一根筷子 也能很轻松的把面条送到嘴里 非常的好用 造了一个共享板凳 现在是上锁状态 投进一块钱就可以解锁 灯的下方有一个倒计时 时间结束前没有及时的续费 它就会再次的上锁 非常方便 当我们腿脚不好的时候 首选方案就是做轮椅 但是普通的轮椅又非常的无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研究了这款狂浪轮椅 设计非常的帅气逼人 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使用效果 看见了吗 相当跑了 非常好使 那个东西叫开关辅助器 有些人可能觉得它比较鸡肋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 发明它的初衷是给盲人使用的 盲人开灯的时候 那个开关太小 有可能摸不到 因此发明了这个盲人开灯辅助器 盲人开灯 平常的轮椅我们还要用手去推 非常的麻烦 而且特别的累 这样很容易把我们给累死 一次我就发明了这款新概念脚起辅助轮椅 设计非常的合理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坐上去 当我们要到外面的时候 我们只是要跟其单车一样 起起来 这款轮椅不仅仅可以前进 而且还可以后退 有了这款轮椅 不管你去再演的地方 都没有问题 都不需要别人在后面推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这种感觉就好像达到了人生巅峰 相当的实用 自动擦脾气 自动喂奶气 自动拍背气 自动摇床机 我们当时的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吃 很容易把我们给累死 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 隔壁汪少 喂饭机器人 设计非常严性 完全模拟兼工操作 由于我现在不饿 让我隔壁王哥 给你们演示一下效果如何 给王哥夹菜 为王哥吃到嘴里 非常好用 求沉浸式体验 开枪没有后座力 哪来的真实感受 于是给鼠标安装了小马达 又觉得只改装鼠标差点意思 然后进行了更全方位的摩改 他又认为在游戏中骑马 没有策马奔腾的感觉 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桌椅 直到他在游戏里扔出了烟雾弹 我才知道他有多疯狂 您家这风扇长得真别致啊 能吹风不行了 我给你打开 你打这样表情呢 是不是吹冷了 没啥还能摇头吹呢 你坐这儿 这风扇有俩扇叶 吹起来肯定凉快 我给你开机的 开最快赶紧 打停了 没言言好 电机容易拨热 比你扇一分钟的风 他就得给自己扇十分钟降温 消防 尸体会